今天聊的是今天10月1号中共建政70周年 今天当然解放军大阅兵 那中南海三代同堂 明老师建政70年怎么看 我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经过70年 大家都有很多想法 后来我看了一下 大概中共建政现在70年 大概每隔10年左右就能帮他回顾一下 最早的10年是一位法学家他姓吴 原来是中共建立政权前后 他原来是那个明格是明盟的一个委员 高阶委员 他那时候本来不肯复共 后来中共花了很大力气建立政权之后找他 那之后他很勉强去了 去了就参加政协 就上你做过的节目的政协 参加政协法务部 然后在那边参与制定最早期的那些 中共的法律 他在那边待了大概8年 然后10年之后离开了 离开之后就在海湾就写了本书 就去回顾了10年 那10年刚好经过什么事情呢 大概经过了中共最早的 那个什么五大运动 三大改造 然后韩战 然后这个什么等等 就最早的那10年 他是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 比较受西方教育 然后有这个自由主义传统的 所以看完之后他觉得良心非常不安 就写了说中共建政10年的回顾 那是第一本书 那第二本书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 第二篇文章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记者 叫陆坑 陆坑原是比较偏左的记者 坑是坑坑有力的坑 那么后来他在大陆呢 也相当 也住了相当长时间 后来在香港 然后在国外 他后来感触非常深呢 出来就想了说 这个30年大梦将写 写了万言的这个长文 然后发表在香港《明报》 因为当时《明报》的那个主编呢 晓得这个人跟他很熟 然后就请他写 但他说我不能用本名写 就用陈吉孙的这个笔名呢 就写了 写完之后呢 韩天外震动非常厉害 那听说文章传到邓小平那边 邓小平看完说 这个就是观点呢 很多地方很锋利 但是呢态度很不好 意思就是说 东西写得很好 很有道理 但我很讨厌你的态度 但最后知道是谁 那陆坑后来就 当然就远逃逃到美国去了 那这是第二篇 第三篇呢 叫做《风雨仓皇50年》 那本来是一本书呢 里面后来抽了一篇文章出来 作者呢 叫做李慎之 慕子李 然后慎重的慎 知乎者之 李慎之呢 最早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然后后来跑到延安去 到了延安之后呢 一两年就参加共产党 当了新华社 当了什么的 这高级的这个编辑啊 什么等等 最后呢 还参与什么呢 参与当时韩战爆发嘛 然后不是中国很多战俘嘛 他参与跑去 说服那些战俘呢 回大陆去 所以他变成了很高阶的新华社 那时候我们不讲是参考消息 大参考嘛 他帮忙编大参考 所以是一个位阶非常高的 这个文宣系统的人 1957年的时候 这个毛泽东不是搞反右运动吗 他出来讲一些话 被打成右派 然后在牢里面呢 蹲了这个几十年 回头去想了 大车大乌 出来之后呢 写了风雨昌患五十年 原来他在很多这些 中共这个系统内人看起来 他是一个很正统的人 就出来写了风雨昌患五十年 大家看到这个人 大车大乌 才认识到说 他其实骨子里面 还是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所以对他有了重新的认识 那么这些东西呢 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呢 他们都不是不熟悉的 他们有相当程度的熟悉 我现在讲的人叫赵紫阳 这本书我过去提过 那么这本书呢 叫做《软禁中的谈话》 那么作者呢叫钟凤鸣 祖宗的钟凤鸟的凤 鸣放的鸣 钟凤鸣 钟凤鸣原来是这个 东北航空的那个 一个党委书记 后来也退休了 然后跟赵紫阳 这篇关系都很好 赵紫阳在六四事件 被软禁之后呢 那当时身体不太好 听到这消息之后 钟凤鸣呢 跟外界这些老同事很关心他呢 就跟组织部打了报告说 那这样子了 这个赵紫阳先生呢 现在在那里 这些软禁嘛 身体不太好 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教他弃功 就用弃功名义去找他 比如大概一两个礼拜去 这慢慢就熟了 钟凤鸣呢 就变成了一个联络员 就把外面这老干部 对他关心的带进去 而想问了问题问他 赵紫阳就回答 钟凤鸣就拼命记 记完之后就带出来 这样搞了大概一两年 一共大概记了 去见了一百多次 然后在书里面 录了八十一次 我把那个书里面 这些重点呢 整理出来呢 大概是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赵紫阳对于 他这个在六四前后呢 他自己的看法 一些辩护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他说我没有想到 我这样做完之后 会不会软禁 第二就是呢 我们曾经开过家庭会议 家庭会议呢 反对戒严 反对书兵 换句话说 赵家在这问题上面 是有一致态度的 就他们全家 反对戒严 反对书兵 第三呢 他说六四镇压 不是迫不得已 换句话说 当时可以有别的选项 他自己讲得很清楚 当时呢 其实已经接近对话解决 因为他也派了人去 然后他自己也花了很多工夫 去做这个工作 然后前前后后呢 他觉得最后已经处理差不多了 那为什么出现问题呢 因为中共内部出现派系斗争 像这个李鹏啦 李习明啦 陈希同这些人 还有另外像什么李先念这些人呢 想要打击他 所以结成了一批这个偏左的一批这个力量 打击他 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原来可以对话解决 但有人呢 一定要搞到事 所以把事情搞大了 到现在为止呢 中西方还有很多学者认为 中共高层没有政治斗争 赵紫阳这本书这番话呢 很清楚告诉你 政治斗争长什么样子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呢 就对社会主义的一般反省 他这个赵紫阳呢 从小相信社会主义 最后呢 过为总书记 然后最后被逗下来 在家里呢 这个软禁十六七年 所以反省很深 他第一个反省是 落后国家革命成功之后 不可以实施社会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太落后了 社会主义呢 是比较富裕国家搞的 第一 实行落后国家 实行社会主义 或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 第二呢 他对这个中共的 这个主事业之一呢 列宁呢 他特别批评 列宁提出一个 提出一个领袖专政理论 他说必须领袖 要集权要专政 他这是大错特错了 你看看毛泽东 就酿成这么大灾祸 第三呢 他对毛泽东批评呢 很简单 你搞的是乌托邦社会主义 所以这社会主义 一般反省了 他提的这三个重点 然后第三个大部分呢 是最关键的 就是他自己在 从政以来 然后特别是看 改革开放以后呢 他对改革开放的 这些想法 然后他有一些重点 我一个一点提下 第一个 不可以让党委书记 成为太上皇 我们说中共是一个 一元化的领导嘛 从中央到地方 我们说各层有党委 然后党委里面 都有各个大大小书记 然后每一层的 这个党委呢 都有一个第一书记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 最上面是如此 然后在这个 各省啊 市啊 自治区都是如此 但是呢 权力其中的好处就是 一旦呢 如果说 决策方向很正确 然后这个团队很清廉 那可能做事情 非常有利 但是如果说决策不正确 然后这个团队不清廉的话 党委书记这样专政呢 就会出现很大的疲漏 所以赵紫阳呢 从那边摔下来之后 痛定思痛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不能让党委书记成为太上华 就从我自己开始到各级呢 党委书记呢 成为太上华之后 把中国会带歪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他说 国有企业 非动大手术不可 也就是说 搞了几十年的计划 经常想说 这出现大疲漏 所以他自己改革开放当中呢 很大一个功劳呢 就是闯物价关 那么他当时讲说 国有企业非动大手术不可 我们前阵子不做节目 谈说习近平最近在干什么 习近平最近呢 在国有化 国有化 国有化 第二次的国有化 所以现在对照赵紫阳的话呢 非常感慨 这是第二点 第三呢 赵紫阳说 市场经济不能实施 不能施行公有制 跟一党专政 换句话说 你要经济要活络化 就要搞市场经济 你要搞市场经济 就不能搞各种制 然后经济上不能搞各种制 政治上不能搞一党专政 现在更好是习近平 回头去走回了路 第三呢 他说 第四 他说 中国的改革出现了特权阶层 然后第五 当今的腐败 是制度造成的 他明明白白告诉你说 我反思出的结果是这样 然后呢 中国目前发展的 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这就我们经常讲到 太资党啊 太孙党等等 然后他又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不是邓小平一天都要标榜吗 我们要实施特色社会主义 他什么呢 就是巩固一党专政 所以讲了半天 他意义就是 所有你现在走这条路呢 都是跟你现在改革的方向 是冲突的 最后他说 如果要政治改革的话 就是要放弃党的垄断权力 但是呢 他又说了 一切社会弊端 就源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如果不放弃这无产阶级专政化 那不可能实现民主 所以他对邓小平的道路结论说 你的难题呢 在于政经分治 你老是把政经要搞在一起 事实上政经是应该分开的 他说讲得很清楚啊 他的观念 跟我们政治学观念非常像 他是要搞大社会小政府 川普现在走了这条路 他慢慢要把政府的权力缩小 然后要把这个民间的这个力量呢 把它充实起来 因为过去这个民主党呢 搞社会主义搞了多少时候呢 政府权力要巩固的 要大的 所以川普要反其道而行 现在赵紫阳呢 就看得很清楚 他说邓小平道路走到尽头了 为什么呢 你要举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 你举不起来 然后举自由民主人权旗帜 你又不敢举 所以你要走到哪里去 所以他说 危机已经浮到水面 然后这体制呢 已经腐烂了 所以第三大块呢 他这个软件这么多年呢 他的改革的反省呢 是非常深刻的 第四呢 是谈的比较少的 就对人权跟民主的观点 两个这个 明老师刚刚讲到 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 那已经走到尽头 那特别是对于 人权 对于民主的路线 跟如今 一党专政的 这一个路线 事实上是矛盾抵触的 是 因为 这些人毕竟是共产党人 他们从大概十五六岁 甚至更小的时候呢 就开始福音社会主义 慢慢变成共产主义 就进到共产党 然后就一步步这样爬上来 所以他们思想相对来说 是很僵化的 你要他说转变呢 很彻底深刻的反省 不容易 所以坦白说 像邓小平这种人 他能有一定的转变 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 赵紫阳呢 我后来想想 如果他不是这个 软件这么多年 他也未必反省这么深刻 那今天我们讲什么 今天讲的就是说 一个呢 在这个中共已经爬到 几乎是最高位置上的人 他对自己过去 毕生信奉的这东西呢 而他的信奉的东西呢 跟中共的这个建政 六七十周年呢 基本上相结合在一起 他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刚刚讲到人权问题呢 他们对这个问题认识 是比较浅的 过去他们是没有人权观念 他们有什么观念呢 他有阶级权利的观念 也就是我认为的人权 给什么呢 给无产阶级 什么叫无产阶级呢 我相信过的人 进了共产党呢 时时刻跟我保持一致的 这个叫无产阶级 不是说你进了共产党 就没事了啊 你还得跟我保持一致 所以你要他接受 西方的普世的人权价值 人权观念是很困难的 但他在反省 十几年之后 他终于讲说 他人权很重要 但是他讲的还不够深 他一个体格说 人权跟民主不是一回事 他怎么说呢 你看香港 他说香港没有民主 但是有人权 香港人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有言论自由 有人身的保护 有千玺自由 他的认识并不深刻 但是呢 他能够看见香港这一点 跟他不一样呢 已经很了不起了 其他中共领导人是说 怎么样把香港 变得跟我们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人家香港那样 也还不错 言下之意就是 将来我们可以往那边走 他后来就说了 这是第四个部分 第五个部分呢 他有一些篇幅呢 是谈台湾跟谈两岸的 第一个他说 蒋经国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为什么呢 第一他给台湾人言论自由 他开放自由了 第二他开党禁 他这个咱们做不到 第三他说 不传位给儿子 这三件事情都很难 当然中共是没有传位给儿子 也可能是儿子没出息 是 就是在说这个事情 多数时候都是这样 那有一个儿子 本来有点机会 叫毛岸英 不小心在这个韩战里面呢 因为吃一个什么蛋炒饭之类的 然后被炸死 所以不传位儿子还是很困难 你看金家不传了三代吗 他说蒋经国了不得 第二点呢 军事演习恐吓台湾 只会上市民心 这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影片 他已经告诉你这样 第三 台湾问题只能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 实行统一 台湾已经和平民主了 那现在怎么统一呢 他不是告诉你说 我们得和平民主吗 我们自己得民主化 然后我们用的手法 得是和平的 才能统一嘛 他已经把统一道路讲出来了 然后最后 他又讲了论联邦自治 他说香港台湾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要有更大的空间 要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一国两制将来 不一定走下去 但是呢 将来可以搞联邦自治 所以联邦自治 就是给香港台湾更大的空间 同时还要给西藏 他把西藏跟沿海各省的做了对比 他说沿海各省的条件好 发展的快 然后比较富裕 然后内部一些省份呢 贵州啊 特别讲说西藏 像这种地方呢 发展比较慢 你就要有一个不同的制度 这个呢就要讲到一国两制 中共对台湾推销一国两制呢 大家现在看到都还推销得很热烈 我那时候碰过藏人的代表 藏人的代表就跟我讲说 你有机会到北京去 可不可以帮我们带一些话 我说现在我能去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样 他说你们台湾不要一国两制 我们西藏很想要 可不可以给我们 我说可以 我帮你把这话带去 然后去讲了 现在香港也很想要 对啊 香港是不要一国一制 要两制 没有错 所以现在就是 这个西藏就托我讲的话 我就去回去讲了 结果讲完之后 中国人们反应很激烈 他说怎么还可以给他一国两制 他说给一国两制是不得已的 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得已情况下 我一定不给一国两制 结果现在呢 这个照怎样走得更远 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 我们要走什么 走联邦自治 他讲的精彩了 当然你看看人家美国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元 因为搞了联邦制才富强起来 所以他的体会是这样子 好 这第五个部分 第六个部分 对未来的看法 他说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呢 不是高明的作为 因为那时候他出了一本书嘛 他说中国可以说不嘛 他看完之后 他说通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这东西不但是作者 跟人这样想 他说中央也这么做 也这么想 所以这样做是不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人他说呢 第三次思想解放 只能是政治改革 他说我们文革之后呢 就是文革以来呢 经过两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改革呢 思想解放是否定个人崇拜 否定毛泽东 第二次思想解放呢 就是辩论性资本主义 性社会主义问题 性色性资的问题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 到底改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能接受 第三次思想解放 必须是政治改革 所以刚刚的方向 讲得很清楚了 但给你很明确结论 第一议会民主 是今后必须要走的道路 他引到孔子跟孙中山 他说孔子讲世界大同 孙中山讲天下为公 现在看起来 议会民主比较接近这些想法 所以议会民主 现在要走的路 最后就更精彩 将来人类社会呢 最好由美国来主导 精彩吧 这大命不到的话 大命不到的话 可是大家可能不晓得 列宁在刚刚建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邦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把这个新的国家 打造成什么国家呢 打造成像美国一样 当初我老是跟我讲这种话 我不相信 就把书翻看 他真的这么说 列宁希望把苏联建造成美国 所以大家的梦想似乎都是美国 那么中共现在70年了 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但我们知道中共的高官在想什么 中共高官很多都逃到美国去了 然后申请了绿卡 然后把钱存在美国 对 他们很多二代三代也都在美国 那70年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